有人觉得这个屏幕静致 你在这拍个草莓也不吭声是什么意思 很多人的草莓啊 我们近一点看一下 很多人的草莓莫名其妙的在叶片上出现了这样的斑 还有这样的斑 得病了吗 啊这是什么情况 有虫子咬的吗 我还是一样呢 让它在这风里面给大家看一下 观察了一会儿是不是能感觉到 这个叶片 然后这个叶片 知道什么原因了吧 这是风一直在不停的吹 估计这一两分钟之内大家都明白了吧 这就是刮风 使得叶片互相之间的摩擦 摩擦出现了伤口 伤口结痂 就成这样的一个斑斑点点了 有的时候有些人会发现它的果子上面也会出现 看这个地方 在这摩擦 这个叶间 它俩之间互相伤害 这都是在风的作用下 它们互相摩擦出现的情况 包括这个 有可能这个叶片在这摩擦 在叶片上出现了这样 你看的像伤口一样的 有人一看 探举病赶紧扔 这就是千万不要听那些 一知半解不太明白什么原因的 来去告诉你 一动不动就让你拔苗的那些人 千万不要相信他们 有些时候果子表面也会出现那样一个伤口 就是像灰灰的红红的赫赫的颜色 所以我们在草莓出现了不一样的情况下 稍微的去静下心来观察观察 也可能自己就能找到原因 就借助刚刚的一点小风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种叶片上 可能会出现这样斑斑点点的一种原因 如果喜欢草莓 如果喜欢种草莓 请关注跟草莓死活到底的手艺人蜚语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